好近好近 这爪子的声音好近 后面怎么有四个人 我滑滑滑滑滑 再滑 摇摆身法甩包全场 我是无子一 本期视频我们挑战突变环境全程跑酷 不能浪费一发子弹 作为一位初级的跑酷选手 屏幕晃只是必备的要素 而且我们这一局服装穿得非常的鲜艳 下面红上面绿 即使在茫茫人海中也能够一眼看出 这就是那个身法哥 不知不觉都跳到C点了 这附近是躲着一个 他在这边狗分呢 待会要不要把他害了 这肥仔是跳下去也没看到他 很多观众都会问子依 你为什么不狗着呀 狗着不是很容易变身吗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狗着跟跑酷哪个技术含量更高呢 我可是一位优秀的技术主播啊 我不想再回复一点了 这个点太容易失误了 一直滑斩一直跳 而且要走直线 这样他们是追不上的 突然来一波逆向思维 我再滑回去 那么突然又出现一个 他准备再来一波逆向思维 我再滑 滑滑滑滑滑 滑四个人没挠到我 这也太棒吹了吧 你们几个 这一波虎口逢生啊 不能再逆向思维了 他们现在肯定有所防备 跳起来蹲了一下 哎呀 这 这不就是华丽的变身了吗 有没有见过戴着绿帽子的突变猎手呢 我这局一定要一为时报复一下 不打了不打了 你们有点耍赖啊 这么多人 能不能让我滑场溜开回下血量 准备合适的时间一刀横批 我的队友呢 我的队友站在上面 来帮我挡一挡 想了想 我一个人还是可以搞定的 绿帽猎手 岂能容得下这口气啊 一边旋转一边砍 都得给我挂 还有谁 这边有两个蹲着的死鱼 来准备砍一刀 这轮跑酷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打几分呢 喜欢视频可以随手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